欢迎收看第553期ETV 我是主播江秀亚 新闻一开始 先带您关注本期的新闻提要 政府今年推出的TPES通勤月票 希望减轻民众在通勤上面的负担 目前全台TPES的通勤月票覆盖率已达8成 位于第二阶段的嘉义地区 则预计于年底上路 许多民众认为这项政策能带来许多便利性 但仍有些民众对于通勤地区抱有疑问 行政院送出的TPES通勤月票 海负图提供民众和哈利片 导演老友飞机公共运速的服务 要用于做得減少通勤的保护 今天给团队线今年青年一号戏正式去用 其的范围就包含白走南三台梯区 他就会根据这一段里面搭乘火车跟公车 或者是转U-bike里面 现在所付出的价钱 根据这个价钱去打一些折扣 譬如说以现在目前的TPES 大概是三折到五折的这个价差的时候 就对使用者来说在疫情之后 平常如果是使用公共运输系统的使用者来说 他可以很清楚的有一些负担的一个减免 至于本身他这个票价的这个部分 TPES听你给团队线的四年以后真是开始 有减免的现实就做得使用 某种的天气有某种的票价 做得用在复材、切运、勤贵、巴士、U-bike店 同时跟民众表示赞同TPES通勤内票的政策 不过没有民众知道TPES奔本有资费会进职出 通勤的费用一个月大概是五六百块左右 一个月的话大概是七八百块 我会做客运或者是火车 公车然后接运 目前我是还没有使用 不过我相信如果对于学生或三班族多的话来讲 应该是会有帮助 比较不方便的地方的话就是说 可能他有地区限制 以下TPES通勤内票 全台限定里一格区别人 还望同行的天气保险云林蓬富 某种天气这些轻轻在年底开始起用 按顺畅经验提送路的某种天气TPES 去由某种天气压来增加 由佛茶路、共路、学院电台中元素去起 路线中控制部分云林老台南天气 对此增加针对政府为何替台中运输 向推门发达的提起 不选行TPES通勤内票的政策 提出驾驾的款法 现阶段是用价格降低的方式来让这个使用者的负担降低之外 我们希望说下个阶段能够让服务水准 能够印注在这上面 办事变得更密集 无非就是说 让更多的使用者参加了这个使用的族群 能够知道说 其实我们这些公共运输系统可以使用 政府送行的TPES通勤内票 在希望做得用很便宜的票价 来提升民众适用台中运输的费息 不过但仅仅留在这方面 政府无法持续改善共同交通政策 正在本台湾的台中运输内档 更加好 然后改变民众的通勤关系 中方一报请你整流派V 感应台南报道 近年来环保意识抬头 身为首摇引王国的台湾 也出现了很多环保袋 环保杯的产品 来取代饮料店的一次性塑胶制品 即使如此 使用环保产品的民众还是占少数 而现在政府制定政策 来规范塑胶制品的使用量 民众与民间业者对此又有什么看法呢 身为首摇引王国的台湾 在延下的午后几乎人手一杯饮料 然而近年来环保意识抬头 为了响应环保 嘉义县政府跟进六都 将从12月1日起 实施饮料店禁用一次性饮料杯的政策 禁用的一次性饮料杯 包含生物可分解塑胶材质的 PLA塑胶杯以及保力龙杯 若店价位反规定 将处12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发还 多数民众虽然在购买饮料时不会自备环保杯 但仍然支持禁用塑胶杯的新政策 饮料店业者也大力配合政府 然而店家无法使用塑胶类成本低的产品 未来售价恐怕上涨 百分之百支持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塑胶实在太多了 那这样对以后就是 后代的一些小孩啊 子孙也好 对他们的影响跟危害还蛮大的 感觉像纸杯 对地球比较好 但这一切好像也很难说 纸杯 就是响应政府的政策这样子 纸杯的成本比塑胶杯高很多 是应运环保的问题 然后也是想说大家不要用这么多塑胶杯 因为塑胶杯没办法燃烧 所以还是会改成纸杯 可是相对的话 因为本身我们店家不想涨价 可是上游厂商就已经开始涨价了 我们可能一杯多涨五块钱 之前店家做杯子的时候 一次都做三四十箱 所以消化不完 然后他就给我们一个缓冲期 等我们这一批的杯子用完后 就全部改纸杯了 政府另外还推行了循环杯的借用服务 民众借用循环杯时 不需支付或只需支付少许押金 即可免费借用 但部分民众存在卫生疑虑 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 更是绷紧神经 应该不会吧 因为卫生的考量 卫生的考量吧 应该不太会 就不要喝就好了 因为之前我们的环保局 就有推崇那个环保杯 就等于说免费借杯这样 不限店家 A买可以B还这样的 加一线环保局提到 新法上落后 预计将有三百多家饮料店 受到影响 自备环保杯 或是使用循环杯 一同响应环保爱护地球 中正已报 张维珍 陈宏如综合报导 嘉义美街图建活动 正式在10月开始 活动以嘉义市成人街为中心 串联16家位于成人街上的店家 并与7间附近街道的店家 进行卫星串联 民众可以透过达成任务集张 得到活动赠礼 除了可以带动地方经济 也可以更了解嘉义这个城市的魅力 嘉义市美街图建活动正式在10月展开 串联16家成人街上的特色店家 活动以失误招领作为核心理念 希望民众能够在嘉义这座城市 发现时代所留下的痕迹 除了成人街上的店家以外 另外7间临近街道具有时代特色的店家 也参与了这次的活动 那我们希望就是可以透过这个活动 让很多人可以知道说可以接这条路上面的历史 就是我们想要让这个活动可以保留一些嘉义市的历史 我觉得它有别于以往的计划 就是民众这次只要徒步 它就可以到达这个图建上面所有的店家 因为都很近嘛 它不用再去寻找交通工具 给外地的一个图建 然后把一个小区域的店家全部收集起来 然后一个介绍 像一个指南 成人街作为嘉义市历史悠久的街道 承载了许多民众和店家的回忆 过去的繁华样貌仅存于大家的回忆里 但是嘉义美街图建透过AR科技 在期间店家设置了AR旗帜 民众透过扫描QR Code 可以看见成人街的时空记忆 过去和现在的景象重叠 看见不同时空的美 成人街它以前少数嘉义是 地板是除了薄油路铺面以外 它有一段是轰砖铺面 它叫美街 这一段上面也蛮多表框垫 当时没有艺朗 后来长大之后发现 林玉山先生 陈辰波先生 他们都很常在这一带聚会 所以我觉得 他是有历史跟人 嘉义美街图建的活动 不仅让过往的街道再次被看见 也带动了地方经济 除了本地人会来参加活动 其他游客也会前来体验 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 好的成交游戏 其实会有很多年轻人或者是家庭 然后真的想要去一间一间店 这样子探索 在极当的过程 他们会真的想要去了解这间店的故事 我跟有差别 都有做一些外来客 都可以在这里看 这间有 有人介绍过 他就在这里看一看 走走看一看 我们参观一下 有的人也会买东西 除了AR和集张活动以外 嘉义美街图建也推出了实体看物和走赌活动 希望来到这里的民众可以一一探索 每家店的故事 了解成人街道彼此之间的串联 深入探索嘉义这座 是在南宾的音乐祭的音乐祭起发 自主举办的一场音乐盛事 南宝从不借助厂商与政府的力量 紧靠着小组与社区的动员 在安平各社区内唱了长达十年之久 今年南宝的地世界因为台风搅局而取消 他们却都不以为意地表示 南宝只是一个现象 南宝开号为天下期 祖下祖秋刮声为伯 依旗在南为地南宝 南宝喊艺声因为声色在北 让人合作南宝 在南宝就有一群人依旗为意相 創作了南宝音乐祭 今年的话是第十届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念头很简单 就是我们就在这个季节 然后做一些事情 大家一起来热闹 大家一起来玩 你如果说政府办的活动 他当然就是追求人数最大化 可是你要想有何的事 然后在一个地方办活动 你如果你的活动的内容 跟在地居民 你没办法引起他的共鸣 其实他出来参与的几率 其实并不会太高 角头的文化在地属上影响岩宾很多 岩宾社区的老人 以前是在角头的廟口泡地 开港和唱歌 但随着社区的活动渐渐渐渐渐 南宝音乐祭希望可以做到 少南宝的顺序 将角头的文化更一次的重现 角头其实不是听的 这边的角头比较像是 一个祭祀圈的概念 就是在这一个小区块的人 他们都有一个可能 比较共同的信仰 会用角头庙其实一方面 希望大家可以重新认识 安平这个地方 他的六个角头 另外一个层面说 为什么会选在庙口 庙口其实是以前最热闹的地方 你不管小朋友在玩或是 老人大人在聊天或是在小事情 都是在庙口 我们只是把庙口 他原本应该有的功能 找回来而已 还没有人来那边 那边也有两个人 没有两个人 没有两个人 有两个人 有一个做电影 有一个小瓜 又有一个公平 去那边 继续小南宝的顺序 后 原本要在国庆年 跟第一天拱万的大南宝 刷映为红台的交給 人后出销 南宝的行为刷刷表现 南宝本身是一种现象 有气也有热 顺起一阻人就好 比较对不起他们 就是大家的期待 有点落空 可是这个也是 比较没办法的事情 南宝本来就是形容的 就是一个自然现象 安平的海浪生 就是在夏秋之际 那个南宝燕 那个海浪生 那其实它就是 自然的现象 它会有 那它当然也会 比较虚缓一些 对我们而言 我们就 顺其自然 未来南宝用 什么样的属性回归 南宝的新闻 不全都保持新闻 希望大家可以 好好地期待看看 中心一步 中开河 过准于 台湾安平报道 面对层出不成的食安问题 人们重新思考饮食来源的重要性 透过食农教育 做中学的体验实践 亲自参与农作物的生产 处理烹调 养成健康饮食习惯 与食物选择能力 长期下来 民众吃的安心 也促进环境友善的永续发展 拉近自然生态 与人之间的距离 台湾的食农教育 参考行政院食农教育推动会 林卢品委员提出的三面六项架构 分别为 A 农业生产与环境 B 饮食健康与消费 以及 C 饮食生活与文化 近年来民间组织、社区 与学校皆投入食农推广 例如在108克纲实践学习过程 多元加工利用也是食农的一环 业者运用蔬果剩余部位促进农产加值 举办手作活动开放民众体验 让食农教育融入日常生活 我们目前其实有很多的 凤梨的加工制品 大家会觉得 加工的比较不健康 什么之类的 但事实上我们是 要用这个加值计划 去扭转大家的一个概念 因为其实凤梨一颗鲜果 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 像今年度的 我们特别是 把凤梨的叶子的纤维取出来 做宣植 做成3D练义的一些材质 环保餐具 提袋 什么其实都有 那最源头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知道 这些农作废弃物 我们如何去降低 这些农作废弃物 食农教育走进社区 规划都市菜园 鼓励居民亲手耕种 在地农场融入校园 课程 也美化社区环境 促进居民联系情感 这个月是长长宽宽的就是香蕉 像这个就是木瓜 06年我就向佳义市环保局 申请社区规划师团队 请北新国中的校长 规划一些食农的课程 社区的志工 北新国中的学生 种植一些蔬菜 地瓜叶 秋葵 番茄 还有辣椒 葱 蒜 那时候因为土地很肥沃 所以说大家都很喜欢来种 其中有一位 现在已经87岁的阿婆 她几乎每天都来种植 来这边劳动 流汗很舒服这样 2022年政府通过食农教育法 结合校园 企业 社区各方努力 将教育转化为日常 推动国民对在地农业的认同 塑造味觉公民的素养 成为拥有食农意识的消费者 中正一报 王怡静 孙佩云 综合报导 近年来特殊穿环文化 越来越流行 唇环 鼻环成了许多人日常的配件 逐渐成为潮流的指标 若是没有评估好身体状况 特殊穿环也可能引起过敏 等发炎反应 造成伤口难以愈合或留下疤痕 因此在追求流行之余 也应该注意卫生保养的观念 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特殊穿环文化在台湾存在已久 过去常被视为叛逆的象征 但近年来随着社会风气的开放 特殊穿环逐渐成为潮流的指标之一 人体上你想穿的地方都可以穿 比较跟我们以前的认知不一样 比如说鼻翼啊 像我现在有鼻中隔嘛 然后我们也可以穿唇环 唇环也分很多部位 或是舌环 然后耳朵的话 除了最基本的耳垂 耳骨 甚至这么小块的肉也都OK 甚至眉毛啊 或者说 这边 鼻梁中钉 或是我们埋钉 也都可以 然后最基本的肚脐环 然后或者是手指环 或是私密处环这样子 现在最多就是唇环 然后一定要侧边 我然后再就是耳朵的贯穿环 就是一整只的工业耳 像这两个地方目前最多人穿 打特殊穿环前 需要选择枪穿或手穿 两者带来的效果不同 除此之外 也需考虑年龄问题 手穿的话我们用的针 它是医疗用针 它的前头是很尖锐 然后是中空的 所以当我们在穿刺过去的时候 它其实会带走一部分的人体的组织 不会造成损伤 那枪穿它的耳针是钝的 它在穿持你的皮肤的时候 它是用枪的力道 硬挤破你的皮肤 所以有的人会觉得说 为什么枪穿很容易 可能会肿胀发炎 就是因为这样 虽然环拿掉可以恢复原状 但是有的地方会留疤 那基本上还是会希望说是成年人来 越来越多年轻人接触到特殊穿环文化 唇环B环成了许多人日常的配件 但在保守的观念里 破相的迷思依旧存在 我觉得肚脐环穿完之后 让我就是感觉蛮自信的 我有跟我妈妈讲过 她是第一眼是蛮震惊的 然后不太能接受 然后后面就慢慢释怀 应该不会 我们家比较传统观念吧 就如果穿脸的特殊部分 它会说会破相 特殊穿环除了好看流行 也有许多卫生保养观念需要注意 在追求潮流之余 也应留意自身安全与身体健康 在一般的合金跟饰品上面 很容易都会有这种 镊和金属成分 那如果说你对那个东西 会过敏的时候 你穿戴上去 你长期接触 就会把身体的一些过敏感 就是第一药物 就避免接触过敏原来 然后再来第二 就是说保持伤口的干净 去请求医师看一看 你是不是对金属过敏 特殊穿环的选择多样化 许多部位都能够穿动 既好看又时尚 但有些特殊穿环是不可逆的行为 因此在做决定之前 一定要考虑清楚 并对特殊穿环有所了解 中正一报 袁杰邱一轩综合报导 台湾自1990年代起 兴起一股公共艺术的浪潮 艺术由政策转向公众 装置艺术开始走入民众的日常生活 塑造地方文化特色 2000年代后 公共艺术发展成进驻及参与的形式 地方政府开始编列预算的标案型计划 让创作者们有更多的发挥空间 嘉义民雄的凤梨田间有个名为蝶舞翩翩的凉亭 2014年由响野艺术家汪朝勇搭建至今 历经九年屹立不遥 凉亭以蝴蝶之姿点缀着凤梨田的景观 从梁亭的选材到搭建 翁朝勇皆有自己的坚持 虽然是使用旧木料 但仍要经过挑选 他运用块木、柳鞍、香山等木材 营造梁亭独特的粗犷质感 梁亭的结构也富含巧思 蝴蝶翅膀下的设计暗藏玄机 这就是翁朝勇让木造梁亭 长久保持完好的特别设计 这个梁亭是有设计过的 就是它的屋顶是往外敲的 就是很特别这样 你如果像柳一顶没有冒烟同样 你冒烟越大的你越不会去晒到太阳 还是淋到雨 我盖房子盖酒我都知道 要怎么去做 我让那些差的能够滩 就是说你把土的屋原 你把土的屋原 你如果木屋屋原你土不够 它其实都很快 凉亭的所在地点相当特殊 不在人潮聚集区 因此以农民的小公僚为搭建理念 成为当地农民与民众 能够休息的一方天地 大概就是那里的一些 就是做农的那些 因为那边好像游客比较少 在凤梨田之中 然后有那个风吹过来的时候 又有帮你挡住屋顶 所以你在那里的时候可以是既凉爽 但是又可以观覽到整个风景的地方 凉亭经得起时间考验 让小小的社区装置艺术 发挥长久价值 增添更多实用性 甚至对有些人来说 它的存在别具意义 我那时候傍晚六点的时候还很亮 然后这张照片是我那时候 在凤梨凉田然后躺下 然后看着那个落日 慢慢降下来的时候 不管是在傍晚或是清晨的时候 往下看的时候那里一片一片的 像是一个浮动的海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凤梨凉田 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以上是本期的新闻内容 我是主播江秀雅 近日早晚稍凉 温差较大 清晨需留意20度上下的低温 提醒大家出门时 记得多加件补外套 注意身体健康 ETV我们下周见 咱们下周见